舞蹈眼里 赞至 全色是 心 欢迎收看今天的时说新闻 我是主持人Max 上面这段舞蹈来自UCLA女教授Frada Wei 她平时是学生眼里的岩师 周末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一面 她会摇身变成古人 披绫罗戴布瑶采秀鞋 而热爱中国传统服饰的Frada Wei 多年来收集的汉服已有数百件 所花费的金钱可以在南加地区买房 她还学习昆曲乐剧 并在刘芳源演出 相当贴近中华文化内核 今天的时说新闻 带您走进女教授的秘密逼面 单看Frada的履历 是百分百的理科女学霸 涉猎化学 物理 生物工程和医学 我在口腔医院教纳米科技 我平时上班就不这样 我学生都蛮怕我的 我考试 所以你从来没有穿过汉服去教书吗 没有 我没有专心扣的 就是因为我们实验室有安全 这种绝对不安全的 它不会允许 所以汉服让你放灰字了 对 我买的所有的衣服都是周末穿 然后每次一到周末就是 不管是吃饭还是什么 根本汉服有没有关系 我穿 Frada表示 每次穿汉服出门 都会引来路人的赞叹目光 尤其是外国人 每次我们去刘芳源就会 包括他们跟我们合作的 刘芳源的馆长和他们的副个人 每次都说 你一定要dress up 大家肯定会非常喜欢你们 跟你们合理 Frada每次选汉服 都是以穿新不穿旧为标准 其次是看走路是否较多 宋代衣服更方便行走 明代日常适合吃饭穿 礼服则适合隆重场合 Frada的汉服收藏令人叹为观止 打开衣柜全是各色各样的汉服 我没有说过 但是我就每年淘宝都给我 发那种恭喜你进入了 钱百分之十 买价了 数百件的汉服价格 加在一起 也许能买一个condo 不过他认为这样好过买包包 先生对他的爱好也非常支持 觉得这样生活更加有趣 说起每件汉服的价格 他说早期汉服没有量产 一套可能要好几千 甚至万元人民币 到了前几年 就疫情之前的前几年 突然就开始叫做平民化了 突然开始量产 就是大量的那种东莞啊 这些地方的服装厂一加进来了 它一下就非常便宜了 很多人看汉服 以为绣花越多越贵 其实汉服贵在面料 包括绫罗绸缎 手织的面料和传统的面料最贵 如果是手绣或复原某种古代花纹 也会很贵 喜欢汉服也有层级进阶 通常入门都是未尽邪女风 以颜色粉嫩飘逸为主 之后会更追求面料和质感 弗拉达在接受采访时 穿的这套是孔腐夹藏 叫做百蝶披凤 大概价值3000多元人民币 这就是它其中的一个 叫做百蝶披凤 号称是百蝶红蝶 里面是一个立领的 也是孔腐的 孔雀兰的长山 斜径的长山 然后下面是这个 也是孔腐家常的叫做花鸟群 弗拉达表示 多数喜欢汉服的人 都会终结在明智服装 因为明代集合几千年的大臣 达到审美的顶峰 弗拉达学了十年乐剧 四年昆曲 圣诞镜都唱过 号天气 现在每天都会练声 每周还会和老师学习 和练习捆曲乐剧 他说 学习戏曲后 他姿势会变得更加挺拔 和震惊危坐 搭配汉服就更舒服和自然 就习惯性的 习惯性的就是这样子 这样 或者 就绝对不会就是像你这样 就这样做的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我肯定一定要这样跟你做 或者这样子 走路也是 就会不太一样 弗拉达还常和小伙伴们 去汉庭顿图书馆的 刘芳源表演 展示汉服和传统文化之美 因为喜欢汉服 喜欢中国戏曲 弗拉达专门在家里布置了一个古色古香的角落 屏风调案何太失忆 尤其屏风是他在网上花几百美元逃的 是中国在解放后的创会时期老师 专门制作的 手工特别别致 如今在中国能卖到上万人民币 他也收集很多创会时期的绣花衣服 他说那个时期的绣花工艺有不可的替代性 弗拉达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 都和汉服有关 他和南加汉服协会的伙伴们 拍摄了一个明智汉服日常长卷视频 他特别请中国的画师朋友帮忙画了长卷 然后在长卷里 大家身穿各式明代日常服装 展示纳凉弦座 持瓜 逗猫逗鹦鹉 下棋等日常生活场景 充满烟火气 因为热爱汉服与戏曲 弗拉达对中国历史有很深的了解 他说如果能穿越 希望穿越去唐朝以后 原因是唐朝以前没有炒菜 宋代才发明朝锅 明代才有辣椒 作为吃货 必须开心日常的福祉 因此他认为明朝最适合穿越 看完UCLA教授福拉达古色古香的周末生活 您是否也想穿上汉服来一次穿越呢 倘若可以穿越 您最想去哪个朝代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是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